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夫 即应 知未 你知不知什么是电竞 电子竞技 电竞 有了很久 怎会不知道 你具体讲讲 什么是电竞 和港春两个代表人物才行 电竞就是打机 人物就是Muble兄弟 杜姆者罗拉 没错 港府虽然在2018至2019年 财政与孙案宣布向数码港扶款1亿元 推动电子竞技 电竞产业发展 但2024年的今天 电竞发展成怎样呢 莫港大众对电竞依然是一知半解 连电竞选手都是严重缺乏支援 不要被人看死 港产官僚当中 玩下手 知道什么是Muble 什么是FPS 真是五只手指都给多它 没有的 我说2018年那时 不像现在的莫财 注资一役 究竟是真心想发展电竞 还是 不要说我八达通都不适用 我好推动创意产业的 还是 大有投机性 又说要投机所好呢 事关当时有全球电竞市场报告指出 2018年的全球电竞业收入预期将达到9.06亿美元 加上2022年杭州亚运会 电竞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一约照跟 实无需 可惜港官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 对电竞都不例外 难为推动新兴行业 依然是那尾要人走N个部门 拿N个牌照 永远不肯搞一暂式申请 方便热界 不要人力经九九八十一烂 搞个电竞屋东 好像孙悟空除世经那款都不安乐 那就难怪本港电竞发展 好像谈话一现了 凡此种种 在香港走电竞这条路有多辛酸 东夫访问了电竞选手 由他们亲身讲讲 事不宜迟 东夫 各界即營 今年19岁的Karlix 在上个月FIA世界赛车运动会 2024的选拔赛当中脱泳而出 今年10月底 就会以香港代表身份到西班牙比赛 但代表香港比赛 除了练习还有其他难题 你觉得在去世界各地比赛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阻振是什么呢 的确资金上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说技术方面 我觉得这里的选手 是绝对不会输给人的 只不过是资金上 始终这一方面是最难的一方面 报名或者幕后一些 可能要负责的东西 是否都是自己一个人做的 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报名 自己一个人找教练 是除了因为 始终今次就真的代表香港 去出去斗比赛 中国香港汽车会 都有帮忙去报名 但是大部分其他比赛 都是要自己一个人搞定了 不要以为打机这么简单 Karlix每天要抽六个小时来训练 今次代表香港出场 幕后支援都很重要 因为机票、旅费、住宿 甚至连比赛的入场费 都要靠自己和战队找赞助 都很多谢他们帮我找到这一笔赞助 Karlix你觉得政府在电竞产业上的支援 够不够呢 我觉得如果是代表中国香港去斗外面 世界级的比赛 或者国际性的赛事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一定要资助下每个选手 因为他们这么辛苦才能代表香港出战 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还有我觉得很值得刚刚过了奥运 他们都真的有很多宣传 反而电竞方面就真的少很多 我都看不到什么 其实现在都还未知道电竞 整个产业是怎样运作 有什么电竞 我都很肯定很多人都连电竞赛车都未必真的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做的 另外就是真的好像顶尖的运动员去奥运 他们会有资助的 每个月都有资助 但是相反我真的很少见到电竞的选手 会有这样的资助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能会有一笔钱 资助电竞的选手 港府经常都说要推动电竞产业 但发展一直未如理想 到底是资金有限 或发展方向有误呢 曾经在街霸世界杯CAPCOM CUP X 里面奪得亚军的香港选手Chris 今年5月就加入英国的战队 四周围比赛 他也和我们分享了 当地电竞选手不同的支援和待遇 先进入世界赛 进入世界赛之后再拿第一第二 才比较多钱 你才可以觉得 好像真的可以转全职了 所以刚好我就拿了第二瓶 以我为例 他们会支付 可能今年有六个比赛 可能我事先已经跟他们说了 我有六个比赛 我可不可以支付到机票酒店 因为都要签约 还有他们管理得挺好的 可能有几个员工跟着一班的电影所的行程 或者是之后未来的比赛 看着你表现 某些公司 其实可能资助几个选手 就是他们不会 好像我现在的英国公司 或者是其他欧洲的公司 他们是支援着数百个选手 或者是几十个电竞选手 也都他们是 当然有良出 也都是资助了 可能不同机票 或者去不同各地 就是去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去比赛 其实香港也有不同的玩家 真的很小 就是现在我的游戏为例 我玩的游戏 加上八王六 那为例 其实有些香港的玩家 可能是16岁17岁 或者20头 刚刚27头 但是打得很厉害 他们可以打到 跟一些一线的选手 打到可能五波 或者是真的赢到的 所以他们很需要一个资源 让他们飞去不同的地方打比赛 当然希望有就最好了 我这只加上八王六 其实真的要经常出过打 可能每一个月 或者每两个月就要飞一次 希望都帮到不同的选手 现在没有战队的选手 或者是很小的选手 支付到一些机票或者酒店的旅费 有业界代表就认为 香港可以参考外国公司的 营运方针 政府要跟选手多些沟通 简化业界申请资助计划的程序 政府现在对电竞产产业的支援 我想主要都可以说是透过一些 既有的general的资助计划 就是体育总会的资助计划 电竞总会刚刚在年纪前 我们正式加入成为NSA 其实就可以享有到一些相关的体育政策 比如电竞的这个运动 其实它在国际舞台上 它都仍然没有一个我们的IF 就是一个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就是一个国际的体育联盟 那变成了其实在政府现在的 很多既有的资助计划 或者一些计划里面 其实它需要一些总会 其实是受到IF的认可 我们就不能够符合 所以变成一些相关的资助计划 我们就不合资格去拿 那变成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这些计划去帮到这些运动员 或者我们相关的一些参赛者 那这个其实都有少少是一些规规条条的 既有的问题 那这些我们其实都是和政府沟通 希望可以拆裁松绑 现在其实有一些外国的一些俱乐部 或者一些外国的电竞公司 其实他们都会资助 他们的选手周围去比赛 他们是一个商业运作模式 哪些地方有奖金 哪些地方可能有商业赞助 那其实他们就会去pursuit 大家其实是并存的 我觉得可以 那我们都很鼓励其实香港其实最好的业界 是多一些这些职业的化的俱乐部 那其实就变相也都更多人投资 也都吸引到更加多赞助 也都更加多资源 其实可以去支援 这些这样的选手 广告回来再和大家 东夫 提起电竞除了在电脑上比赛 坊间还有一种玩法叫手机电竞播 我就不明白了 专业的电竞选手一般每日训练约12至15小时 若然长时间对着手机这么小的屏幕 对眼睛顶不顶得顺 可能将讯号写上大屏幕来玩吧 不过港都不明白香港的士司机 看盘前面一大堆手机才令人恨人问好 好像网上流传这段片一位广东话不太流利的乘客 对于乘搭着一架放了八部手机的的士 他非常疑惑 于是就向的哥查问 还要求的哥从左字右讲解八部手机 究竟是什么用途 每一部手机都是用来抢单 有对港机、其他apps 全部都是的士用的用来抢单 每个都可能有些相同了 但因为它有分线后 那就可以快手点按到这单 乘客更加进一步查问 这些数字都是什么牌子 的哥又真是回答他 答完乘客再问 在香港开的士有很大压力吗 的哥就说平常心了 感动啊 能够看到音乐的哥和乘客愉快的交流片段 在的士服务被人批评到体无缘夫的今天 真是令人好感动啊 那又是呀 今时今日香港社会 不是充斥着无效沟通 即是说一些人人神祖之 妈妈是女人的废话 就是什么都 法兰西斤直接打了 什么呀 好像网上流传这段片一样 是一架巴士的上层 有乘客开声要求另一位乘客 用手机看片可不可以试客 不要这么吵 结果就被人打兼 Hi auntie 我不打你 原来打我 唉 这座公众地方用手机 但就老风不拨耳统事件 在香港真是不知多泛滥 是不是现在手机大多玩南亚耳机 有些人不懂怎么接驳类事呢 还是有人另类演绎着 独恶乐不若与众啊 不要说公众地方 应该避免直接用手机喇叭 看片或讲电话 以免发出声浪影响他人 实不相瞒 如果各位旅游期间 是有认真观察过别国文化 人民生活的话 数年前相信都已经发现 在地球上某些地方 直接提起用耳机人士 要顾虑耳机可能出现漏音情况 是一样吵到人的 真是想请问 香港那些暴躁人士 难道又兜除打几次将告示这样了 一个一个好心吧 国际大都会 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住致电我们爆料热线 3600 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即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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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